我是霸主 我莫名其妙地穿越到了恐龙时代 但是我之前的记忆全部消失了 天空中的幕后者告诉我 集齐三块上古神器 便可启动传送支援 带我回到属于我自己的时代 下了一晚上的雨 早上就开始天晴了 不过天上的云很多 今天应该还会下雨 今天打算带镰刀龙出去摘果子 嗯 起床了 上次我的假教服被锯纸杀咬出几个大口子 还没来得及修复 今天就把我的金属拿出来 做一身钢铁硅甲 还有一个镰刀龙鞍 顺便再制作一把镰刀 和我的镰刀龙PK一下 到底谁采集纤维更快 果然我猜的没有错 盔甲还没做出来就开始下雨了 继续制作吧 我的钢铁硅甲和镰刀终于做好了 现在先下去安装一下镰刀龙鞍 安装完之后 等雨停了 我们就出发 安装完毕 可以骑上去了 镰刀龙 以后我就叫你小刀吧 雨终于停了 小刀 我们出去采集原料吧 小刀 你先在草地采集一点纤维 让我看一下你的实力究竟如何 嗯 还不错嘛 你的爪子可真够锋利的 我的镰刀还没有使用过 希望我不会输给你 不好 前面有一只霸王龙 小刀 我们先撤 PK的事 晚点再说 快快快 快撤 没想到在我的家附近就有霸王龙出没 这可不是好的讯号 今天我们不是对手 就先放过他 下次有机会 我一定过来驯服他 诶 我看到河对岸有个荷力窝 小刀 我们过去 没想到运气这么好 看来我的珍珠和水泥又有着落了 我看到荷力和泰坦军网打起来了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小刀 我们干掉它们 真不错 这次才来又够我用一段时间了 那边山坡上的小草比较多 小刀 我们过去比试一下 诶 这个是 我看到一只秦龙了 正好 我们三个一起比试一下 先把这只秦龙给驯服了 流行锤 锁住 接下来 就是麻醉剑登场了 它挣脱了 拿出我的流行锤 来 继续锁住它 哎呀 没锁住 再来 哦 被它挠了几爪子 该死的 又没套中 赶紧跑 它竟然也在逃跑 说明我的麻醉剑起效果了 来吧 继续用流行锤 上 这下你可跑不了了 OK 可得喂些果子 驯服它 来 跟我走吧 秦龙 你和小刀比赛采果子和种子 我和小刀比赛采纤维 做好准备 秦龙 你先开始 哇 没想到秦龙摘起果子来这么厉害 好了 小刀到你了 原来小刀刚才并没有拿出它的实力 它现在的采集速度超级快 现在轮到我了 我把我们三个今天采集到的东西全部拿出来 毫无疑问 我采集的是最少的 小刀采集到的纤维比我多 采集到的果子也比秦龙多 但是秦龙采集到的种子完胜小刀 所以我判定 它们两个打成平手 我输了 现在把二号恐龙宿舍的饲料槽装上果子 OK 装填完毕 再把蔬菜种子种在二号宿舍 这样我就可以多养一些素食恐龙了 先把耕地铺好 把种子散在耕地里 OK 播种完毕 室内的植物淋不到雨 我只能明天从河里饮水过来了 好了 时间不早了 把小刀和秦龙带进来吧 你们以后就住在这里了 今天 我收服了一只秦龙 把它采集到的蔬菜种子 种在了二号恐龙宿舍 由于在室内没有雨水滋润 我打算明天从河里饮水过来 这样就能解决家里缺水的问题了 好困啊 时间不早了 晚安 做个好梦